嗨 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 イノエです 這次的從零開始學日文 主題是 條件 條件的用法 如果明天下雨的話 比賽就取消 或者 這條路遲遲走的話 就有銀行等等 這些的用法 條件的用法日文表達的方式 也是蠻多 一致就整理起來 那大家學完覺得 有學到東西請幫我按讚 或者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開始 三個 好 接著看一下 條件型的用法 先選一下它的變化 然後後面選它的用法 先看動詞的變化 從第一類開始 書 它的條件型 かけば きい 的音 改成け 的音 然後 じゃば 就好了 接著 能 再放下 然後 きい 然後 第三個 拿東西 等 レ、パ、リ、レ 接着 持ちます 就是拿包包的拿 持ち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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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 よびます じゃお よべば ビ 改成 ぺ 接着 推 或者按钮的按 おせば し 改成 せ 好 接着 かいます かえば い 改成え OK吗 所以动词第一类的条件形 い的音 改成え的音 然后加把 就好 接着看一下第二类动词 第二类动词简单 把masu直接改成 れば 就好 比如说 たべます つ 条件形 たべれば masu改成れば 就好 OK 第二个 あけます たべれば OK 第三个 おしえます ちゃo おしえれば OK 好 忘れます 忘記 忘れれば OK 把masu改成れば 就好 接着 みます 这个是特殊的第二类 みれば OK 好 最后 かります 跟别人接 かりれば OK 所以第二类动词的条件形 把masu直接改成れば 就好 OK 那第三类 就 shimasu 跟 kimasu shimasu sureba kimasu kimasu koreba 这两个背起来就好 OK 好 那条件形 除了动词以外 也要学一下 形容词 一形那形名字 也要学一下 好 那我们就各个看一下 好 先看一形容词 好 安税 这个是便宜 一形容词吗 嗯 好 它的条件形 安税 ければ 所以 一形容词的 一改成 ければ 就好 OK 再看一个 Oishii 好吃吗 Oishikereba OK吗 好 那再看一个 I 是好的意思 但是这个 只有这个比较特殊 它的条件形 yokereba 因为 ikereba 是不好念 所以一定要念成 yokereba OK 好 那如果否定的话 怎么用呢 好 比如说 安税 くない 就是不便宜 它的条件形 安税 く なけれba 所以否定的话 ない的 い 改成 けれba 就好 OK 好 那接着看一下 na 形容词 好 第一个 にぎやかな 好 热闹的 na 形容词 好 它的条件形 にぎやかなら にぎやかなら 所以 na 形容词的 最后一个na 改成 na 就好了 好 那再看一个 しずかな 安静 它的条件形 しずかなら OK 接着 ひまな 就是有空险的 它的条件形 ひまなら OK 那否定 怎么改条件形呢 比如说 しずかじゃ ない 就是不安静 它的条件形 しずかじゃ なけれba 所以 所以否定 一样就是 ない的 い 改成 けれba 就好 OK 好 接着看一下 名词 第一个 ame 它的条件形 ame なら 所以名词的话 直接加 なら 就好 否定 那 もて ok 好 第三个 あつい 好 这个是 い形容词 热的意思 あつけれba い 改成けれba 就好 ok 好 第四个 きれいな 好 きれいな 这个是 漂亮 这个是 な 形容词 所以 它的条件形 きれいなら 那 的地方 直接改成 なら 就好 ok 好 第五个 月つゆうび 好 月つゆうび 星期一 好 这个是名词 好 条件形 月つゆうび なら 直接加 なら 就好 ok 好 第六个 かかない 好 否定 かかなけれba かかなけれba 最后 い 改成 けれba 就好了 ok 好 最后 からくない 就是 不な 也是 否定 好 它的条件形 からく なけれba 一样 ない的 い 改成 けれba 就好 ok 好 所以呢 条件形 要学一下 动词的条件形 还有 依系统子 那系统子 名字的条件形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条件形的用法 好 那条件形 它的意思是 像中文的如果 什么什么 的话 就是如果 那个意思 好 那 除了条件形以外 还有很多的说法 但 先学一下 用条件形 好 那直接看第一个例子 如果 明天 下雨 的话 比赛 中止 如果 下雨 的话 怎么说呢 首先 下雨 的下 振ります 它的条件形 触れば 好 整句话 明天 明天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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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 中止 ok 好 那看第二个 如果 明天 有空 要不要一起 吃饭 如果 有空 怎么说呢 有空 暇 な 这个是 な 形容 它的条件形 hima なら 好 整句话 ashita hima なら 一緒 に ご飯 を 食べません か ashita hima なら 一緒 に ご飯 を 食べません か 如果 有空 的话 那一种意思 ok 好 我们 多看例子 第一个 如果 冷 的话 请你 关冷器 如果你觉得 冷的话 就请你 关冷器 冷 寒 寒 冷 的话 samu けれ ba 就是 いい形容 字的条件形 samu けれba 那整句话 samu けれba kura を 消して ください samu けれba kura を 消して ください ok 那看 第二个 如果 搭电 车 的话 会 来得及 那 如果 搭电 车 的话 da n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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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da 条件 是 nore ba 整句话 den sha ni nore ba maniyai masu den sha ni nore ba maniyai masu ok 好 看第三个 如果 不是 雨天 的话 会 去 这边的雨天 ame 名词 那 这边是否定 ame ja nai 那 否定的时候 的条件形 ame ja なけれba 那整句话 ame ja なけれba いきます ame じゃ なけれba いきます 不是 雨天 的话 我会 去 那个意思 ok ma 所以 很多学生 否定的时候 不太会 但是 很简单 那个 nai de i 改成 けれba 就好了 ok 最后 看一下 年叙 問題 第一个 天気 が ここから 富士山 が 見えます 应该是 如果天气 好的话 从这里 可以看到 富士山 好 好 是 意 它的 条件 请 要注意 良けれba 这个比较特殊 所以 天気 が 良けれba ここから 富士山 が 見えます 第三个 是对的 看第二个 amari okane が ないので kaimasu 应该是 我没有 很多 钱 所以 如果 不贵 的话 那 不贵 高 高 なけれba amari okane が ないので 高 く なけれba 買 不贵 的话 会 mai ok 好 那 条件 形 它的意思 是 如果 什么 什么 的话 所以 大家 先练习 条件 形 的 变化 ok 好 那 接下来 我们 看一下 它的意思是 如果 做 这个 动作 就会 怎样 或者 到了 某一个 情况 就会 怎样 那些 的意思 那我们 投看 例子 慢慢了解 一下 第一个 如果 这条路 直直走 就有 邮局 怎么说呢 首先 直直走 まっすぐ 行きます 那 行きます 的 出书行 行く 好 整句话 この道 を まっすぐ 行く と 郵便局 が あります この道 を まっすぐ 行く と 郵便局 が あります 直直走 就有 邮局 ok 吗 出书行 加 好 那我们 再看 一个 到了 春天 樱花 就 开了 好 那 首先 到 春天 春に 鳴ります 那 鳴ります 的 主书行 鳴る 整句话 春になる と 桜が 咲きます 春になる と 桜が 咲きます 所以 主书行 加 と 它的意思是 就是 做这个动作 或者到 这个情况 就会 怎样 那些的意思 我们 偷看 例子 慢慢了解 第一个 如果 喝酒 就会 想 睡觉 有一些人 就喝了 酒 就会 想 睡觉 那 怎么 说呢 喝 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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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句话 お酒 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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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如果 吃很多 就会 变胖 哦 跟朋友说 你吃很多 就会 变胖 哦 吃 食べ ます 啊 它的主族形 食べ 好 那 整句话 たくさん 食べ る と 太 ります よ たくさん 食べ る と 太 ります よ 你吃 做这个动作 就会 变胖 哦 那个意思 OK 好 看第三个 如果 按这个 鈕 就声音 会变大 你按了 这个 鈕 就声音 会变大 哦 按 押 します 它的主族形 押 す 整句话 このボタン 这个ボタン を押す と 音が 大きく なります 这个ボタン を押す と 音が 大きく なります 按 这个 鈕 就声音 变大 OK 最后 看下 練習 問題 第一个 如果是日文里面有很多的用法嘛 那我觉得这个是生活上最惨用 所以一定这个要学会 那先看一下它的接续 普通形过去式然后加拉 所以未来的事情也是用过去式哦 那直接看第一个例子 如果下雨的话 我不去 下雨雨が降ります 如果下雨的话雨が降ったら 所以下雨的话 降ったら 那个たら的地方就是连在一起念 那整句话 もし雨が降ったら行きません もし雨が降ったら行きません 那这个前面的もし是可以省略 但是通常もし什么什么ったら 是连在一起用是比较多 OK 那看第二个例子 如果有100万日元你想做什么 那怎么说呢 有是あります 那如果有的话 あったら 整句话 もし100万円あったら 何をしたいですか もし100万円あったら 何をしたいですか OK 那我们投看例子了解一下 第一个 如果不喜欢 如果你不喜欢 不用吃哦 如果不喜欢的话 全句话 もし嫌いだったら 食べなくていいですよ もし嫌いだったら 食べなくていいですよ 如果不喜欢 不用吃哦 那可以吃 看第二个 如果贵的话 我就不买 贵的话 高かったら 整句话 高かったら 買いません 高かったら 買いません 贵的话 我就不买 OK 好 看第三个 如果不懂的话 就是请告诉我 不懂的话 分からなかったら 分からなかったら 好 整句话 もし分からなかったら 行ってください もし分からなかったら 行ってください 如果你不懂 就请告诉我 那个意思 OK 好 最后看一下練習問題 第一个 大学に合格 テニスサークル に入りたいです テニスサークル 是玩球的社团 所以 应该是 如果考上大学 就想进 那个玩球社团 那 如果合格的话 大学に合格 したら テニスサークル に入りたいです 所以 第四个 是对的 那 看第二个 もし 国版の字 が 行ってください 应该是 如果 看不到 那个黑版的字 就 请告诉我 好 もし 国版の字 が 見えなかったら 行ってください もし 黄板の字 見えなかったら 行ってください 所以 第四个 是对的 那最后 復習一下 那 たら 它的意思是 如果 什么什么 的话 那 口语上 最常用的用法 所以大家 多练习 多复习一下 ok 那接下来 那我们看一下 でも 或者でも 的用法 它的意思是 就算 什么什么 也 或者 即时 什么什么情况 也 怎样的用法 直接看几个例子 比较清楚 看第一个 就算下雨 也要去 怎么说呢 下雨的下 振ります 它的定型 振 然后 加 も 振 整句话 雨 が 振 ても 行きます 雨が 振 ても 行きます 所以定型加も 它的意思是 就算这样也 或者即使这样也 怎样的那种感觉 好 我们再看一个 就算失败 也不会放弃 好 那失败 失败 します 那 します的定型 して 然后 加も 整句话 失败 しても 諦めません 失败 しても 諦めません 就算失败 也不会放弃 那种感觉 OK 好 我们都看例子了解一下 即使 被幾次 都 被不起来 嗯 怎么说呢 被 覚えます 好 行动词的定型 覚え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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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句话 何回覚えても 覚えられません 何回覚えても 覚えられません 何回覚えても 実質就是 被幾次 都被不起来 OK 看第二个 就算 怎么慢 也要每天 跑步 怎么说呢 慢 忙 忙 好 好 那日语不好的 这边 好 那他的贴行 就自家 なくて 然后 解も 然后整句话 日本語 日本語 が 上手 じゃなくても 大丈夫です 即使日语不好 也 没关系 没问题 这种感觉 好 最后看一下 練習問題 第一个 どんなに 頑張ります 应该是 再 怎么辛苦 也要努力 好 那 辛苦 辛い 好 那他的定心 じゃあもう 辛くても 頑張ります 所以第三个 どんなに辛くても 頑張ります OK 好看第二个 明日のマラソン大会 は 雨 明天的マラソン大会 即使雨天 也会 举行 那 名詞 用 でも 雨 でも 行われます 雨でも 行われます 所以第一个是 对的 所以 定心 他的意思是 即使这样 也 或者就算 什么什么 也 的那种意思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ノニ 的用法 那ノニ 是中文的 有点像 却怎样的那种感觉 像明明怎样 却怎样的那些用法 那 看他的接续 普通型加 ノニ 那要注意的是 那形容詞跟名詞 那個 他 要改成 那 那 我们 多看例子了解一下 第一个 他 有去日本留学过 但 却日文不好 去日本留学 应该 日文还不错 但却不好 怎么说呢 整句话 彼は留学したことがあるのに日本語が下手的 彼は留学したことがあるのに日本語が下手的 所以ある 是普通型 然后叫 ノニ 那我们再看一个 已经十二月了 却很热 十二月 12月 12月 这个是名詞吗 所以应该是12月7月7月 全句话 もう12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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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がんばってべんきょうしたのに ごうかくしませんでした がんばってべんきょうしたのに ごうかくしませんでした none 的地方 如果習慣之后 就是尽量連在一起念 看第二个 这个手机明明很新 但却常故障 新新新新 この形態は新しいのによくごしょうする 明明恒星 却常故障 看第三个 他明明很漂亮 但却没有男朋友 漂亮 きれいな 这个是哪形容词 那怎么接呢 かのうじょうはきれいなのに かれしがいません かのうじょうはきれいなのに かれしがいません ok 所以なしの字用 なのに 这样解 好 最后 かのうじょうはいつもたくさん 痩せています うーん いがいし た そんしつほんと 但卻很瘦 吃很多 たくさん食べるのに痩せています 彼女はいつもたくさん食べるのに痩せています 第四个是对的 看第二个 明日は日曜日 仕事があります 应该是明天是明明星期日 卻有工作 日曜日 星期日 日曜日 なのに仕事があります 日曜日なのに仕事があります 第二个是对的 最后复习一下 のに 它的意思是 就是有点像中文的明明 ぜんや ちゅえ ぜんや ちゅえ で用法 OK 好 如何呢 有写到了吗 好 这一次的语法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尽量多复习 多照去看看哦 好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留言给我 好 那自己造句的想给我看的话 也留言给我 我尽量帮大家看看 好 那这次有学的 麻烦帮我按赞哦 好 这次的课到这边 拜拜